走到大門口就需要這個坡 這個時候呢 還好我有 輔助我好嗎 否則呢這個坡 瑞麟子的膝蓋應該不太能夠爬太多 是 你看有沒有就是 這邊有很多的拉號部落的野營地 看到這棵樹就代表六號花園 我們快到了 對 還有七百公尺 但是不要錯誤 因為它這條路真的比較難找 有沒有 拐個彎就到了 我們到了六號花園 然後花了大概一個小時48分鐘 那我們就在這個花園裡面走一走 因為這裡真的是 離天空還蠻近的地方 那今天天氣沒有算很好 如果好的話其實可以看到藍天 我們就上去先去餐廳吃 這裡最有名的 現在我們要先到它的玻璃屋去吃東西 爬上去 因為有一段路 走 走到大門口就需要這個坡 這個時候呢 還好我有帶打魚來鋪住我好嗎 否則呢 這個呼吸對你的膝蓋 應該不太能夠爬太多 走啊 上去 很輕鬆 你竟然坐著就看到 就爬上來了 我覺得拐架很穩耶 你看像這個青苔 它這個都不會滑耶 然後又很輕鬆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一點髒 沒關係 只有帶椅子 好嗎 這超穩的 把它放上去就好 我自己帶著這個椅子來搓晒機 超讚 所以你剛才這樣看景色就美 好美耶 因為這椅子 因為這椅子 經過長年的一日曬雨 然後最近天氣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種椅子我真的不敢坐 所以我決定自己帶椅子來坐好了 好了我們繼續往前走 打打過來 拉起來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囉 走 欸 打得很多位置了 欸 不是啊 阿咪也帶這隻阿咪也放哪裡 很好放啊 你看 它這裡還有一個扣板啊 這把這個扣板把它掰開來之後有沒有 掰開來 摔下去 這個順便可以掛在 好可愛喔 這個設計 是啊 你掛到旁邊 它又會掉 又不會愛找別人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去吃飯 然後隨便拿起來的時候 再把它這樣鬆起來 就可以拿起來了 很方便喔 真的喔 是啊 其實在六號花園 我們走到了金石巷 它算是很離天空很近很近 它前面沒有任何的阻擋 宇宙山 所以我們點了一些它很特別的火鍋 這邊其實有一些茶飲 也滿滿有特色的 它有特色的花茶 然後今天我們來點了 去之壽生茶 因為最主要裡面是有玫瑰啦 薄荷 橫陽 柑橫 柑橫 它說可以促進行程的代謝喔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 假日可能是要著收入園費 其實入園費呢 它是需要一百塊錢 可能假日人比較多的時候 它必須要控管 但是這一百塊錢的入園費 可以拿來這裡當消費 然後今天因為是禮拜一來 所以不需要入園費 所以就直接進來就可以了 但是它這裡其實有個故事 蠻好玩的 因為為什麼它這裡 挺多非常近的地方 所以它這裡有六號花園的故事 我們在海拔八百公尺上面 它為什麼叫拉號部落呢 上帝跟祖先的祝福在這一片淨土上面 他們太好了 因為有這一片的淨土 那六號花園它就取齊拉號這個部落的這個音 哩還是弄不到六啊 就是斜櫻吧 斜櫻6號花園 那這裡大部分種的一些叫有蕨類呀 像我們看到的牛角 後面就一個牛角蕨 所以它這裡蟻子多的小心喔 那所以它這邊有自圖 我也點了一些蚊香 然後因為它有一些褲類 然後會比較潮濕一點 所以它的蚊蟲真的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這邊比較擔心的話 你就自己帶繁溫液來 那在這裡呢 它是禁止打牌 禁止喝酒 禁止喧嘩 禁止戴外食 要的話就是讓你好好享受在這一片上帝所祝福的氛圍裡面 其實馬告的火鍋就是有一種焦的味道 然後它的香味有這種淡淡的 可是它就有點那種小小微辣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很清淡 然後它的湯底其實是沒有太多的調味 它就是那種淡淡的胡椒味 但是在這種環境之下 尤其是高山會比較冷一點點 然後你會吃火鍋 我就說 很多人沒有看過馬告照的樣子 然後我們有一次是在花蓮的時候 不是那個花蓮的原住民的餐 你們可以上去看 不管資訊欄報的照片 然後馬告就是這樣子黑黑的一顆一顆 像黑胡椒的一樣 但是它做出來就是有一點點辣辣的 然後胡椒的一點點的那種香味 吃起來就是很舒服 這就是馬告 那有些會把它放在香腸裡面灌有沒有 然後香腸就有點微辣 然後本身鍋底 它給的料也不會說是很香氣 然後裡面它這裡有一個花枝丸 甜不辣的魚蝦 豆腐 血丸 小鮮 還有很容易死 Gender 金針 袖針 還有高麗菜 其實我覺得不錯因為它是個人 當然我們叫的是牛肉 它沒有火鍋給你也不小氣啊 你看這樣子 它還有一些當鵝 那它的佐料很簡單就是 沙茶醬油跟辣椒 還有一些蔥 然後還有再跟今晚 你看 其實這我覺得個人都還不錯啦 在這裡就慢慢欣賞這裡的心境 然後吃這個馬告 那我就很舒服 可是我跟你講有蚊子這一點很麻煩喔 但它還有其他的餐點 那我還是比較推薦 像火鍋類的 然後它這個還有小油菜 要點阿包進去 因為它畢竟是有酒精的 但如果有酒精不夠的話 你就可以恩惠它的服務人員 再繼續請他們貼家 但貼家的時候其實小心要離開 這樣怎麼來 腿好失去情調 它這個肉不是水水便便的 你看它這個還滿有花的 其實那個甜味感長得住 瑞姨姐在上次來的時候 是因為要拍瘦身的那個照片 那一組照片 還好我覺得這次那也沒有電話 好 那我們就先開車囉 我覺得這邊是這樣還不錯 很安靜的 就是你自己講話 還不敢再發生 對 就小心一點 因為你自己是去畫 你這裡好人多 哈哈 它那邊笑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回音好了 因為你四周都是閃 你要叫出外面叫 不要在這裡叫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在台北市那種 這個酒 你就會覺得有時候想要來一個 比較幽靜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 那種頭腦的思緒 都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所以當我吃完了之後 就在這附近逛逛 去爬個小山 把體力靠近一下 這裡還有大球鞋可以玩 這裡還有大球鞋可以玩 我在公園還要跟小孩子搶 這裡完全不用搶啊 沙基他真的是走比較快好嗎 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你知道 夠速度就是快 在這裡齁 我真的是 唉 看山真的是舒服啊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慢慢的解禁當中 大家可以慢慢出來的玩 然後呼吸一下 好大自然這個東西 我真的真的太久沒有出來了 在家裡真的悶太久了 所以我蠻建議大家 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到六號花園來這裡玩玩 看看這個山的山林 還有在呼吸一下 哇 這裡跟台北市 我還有完全全不同的空氣喔 但是不要忘記了 這一點很重要 記得訂閱日靈姐的頻道好嗎 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嗎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片 很快就見面囉 台灣安全又好玩 戴好你的口罩更好玩 欸 等一下 他沒講完 這一隻呢 哈哈哈哈 有折扣碼好嗎 所以記得在我的資訊欄下面 看看折扣碼 它會更優惠喔 那我問你喔 這椅子的話在這種石頭地上可以坐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把它打開 它可是穩固的很好嗎 你把它放好了之後 你看 其實很穩耶 我告訴你 它連水裡面都可以坐好不好 走了走了 回家回家